主席委員會人員 有請衛福部許次長 請許次長 還有農委會陳主委 公平會吳主委 吳主委 行政消保處的劉處長 劉處長 委員好 各位好 實安問題 成熟不窮 這幾個月來 媒體的報導 包括我們民眾的反應 再加上我們委員的質詢 我想我們都看到了 目前的狀況 真的是相當嚴重 今天我們本委員會 邀請四個部會 來這個地方 做報告 順便答詢 我想你們四個部會就是 把關 食品安全 包括我們百姓的健康 最重要的單位 從剛才到現在 大概我們也聽到了 現在目前的狀況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瑕疵 我想有很多的問題還是需要解決 包括你們雖然是四個部位 所以看起來 看起來 在把關的這種工作上 正容是相當的堅強 但是實際上 因為多頭馬車 多頭馬車看起來力量大 那麼實際上呢 不一定快 所以我剛才也聽到 過去我們都是各做各的 像衛福部 在食品方面的把關 自己做自己的 另外我們農委會 反檢局 也是自己做自己的 另外公平會 當然人力方面更少 那消保處呢 也是有在盡心盡力在做 但是你們的人力 我想也不算足 各做各的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成效不會很好啊 剛才次長也提到說 你們最近會成立一個聯合 那叫聯合什麼 我想是聯合 稽查取締小組 就是剛剛說的 研查 就是稽查跟取締的部分 那過去衛生單位 其實在稽查的這個部分的 相關的一個強制性的部分 其實有限 所以我們在這個聯合 取締加小組 把檢調跟警察的這個部分 一起加進來 在這個查區的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裡面 包括所謂的源頭的這塊的部分 以前農委會的部分 地方的農業局的部分 也一併加緊在 在所有的這樣子的一個 源頭管理的部分 也一起共同來談 所以目前這樣的狀況 各做各的已經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聯合的這個做法 我想會達到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比方說你衛福部 在處理這個食安方面的成員 大概是比較多一點 像你那個防檢局呢 農委的防檢局的成員有多少 防檢局大概 包括分局大概有 400多 全國就400多個 全國就400多個 包括海關 就是 還包括海關 你還包括海關 那消保車呢 消保車呢 你包括縣的消保官 在裡面 中央10位 全國消保官42位 總共52位 總共52位了 你剛才講的還很多 要怎麼做怎麼做 全國才52位 像各做各的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還是聯合做一個查劑 這樣的方式才是最頭當的 結果我們檢調 檢警調 檢警調 做成一個聯合的一個查劑的一個單位 成立之後 哪一個當主導 我想在地方上面的部分 會成立一個所謂的聯合機查的 在中央這個地方呢 地方也會有 中央這個地方是你衛福部 對 像中央是由衛福部來當窗口 來做幕僚單位 地方的這個部分是由衛生局來做幕僚的單位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由縣市政府的 是聯合之後 秘書長或主秘以上的人來當這個召集的 聯合之後一定還要有非常緊密的一些 一些工作的分配啊 是 要有一個主導 不要到時候還是一樣 目前的主導的部分在中央是由 這個張政委來部分主導 那必要的時候還是由毛副院長會 不定期的召開相關的一個食品安全的會議 來加強有關於部會之間的聯繫 不單單要結合這些 包括媒體 媒體 媒體的力量也不能 不能失誤啊 是 現在目前發言人士 這一陣子不是媒體一再一再一再 解露這樣的這種黑心有的話 我想你們可能所了解的程度也不會那麼深啊 是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行政院的發言人士的這個部分也有在這樣子的一個 組織的這樣子的一個架構裡面 所以啊現在啊既然問題已經產生了啊啊啊目前的狀況這些黑心有包括這些有問題的食品是不是都已經下架了 是現在目前有問題的食品都已經下架了部分包括我們在11月1號開始在市面上針對標示不死的部分都查過了嗎真的下架了嗎 那些那個查後店啊 是 查後店要查 是我們衛生所的稽查人員的部位也有在這個偏地三那個三地鄉的相關的一些衛生所都有類似這樣的編制我們會要求他們 特別頂心喔 頂心是在我們屏東啊 頂心在我們屏東 屏東下那個P&B的包括這些啊原住民鄉相當多 是 啊像這個狀況我想喔 啊目前應該百分之百完全下架是不可能啦 我想還是要加加加加 我們再持續一下即使在11月8號這一波查完之後我們還是會定期跟不定期的都會 呃請衛生局的基查人員同時我們也會希望能夠透過衛生所的相關的製工 食品志工的部分對於標示的部分在翔家的做相關的一些訪查 我想啊這次發現這樣這麼重大的問題雖然造成這麼多的恐慌也造成這麼多啊百姓的這種不滿 但是我想這裡是一個機會了 徹查 徹底把它做一個賀子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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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啊 但賀子的這種方式我想你們應該都考量到了啦 啊一定要重型重啊 會聰明 有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是 因為很窮也沒有辦法 吃很多魚 像我們原住民因為 都在山上 都是山蟬 但是我小時候就聽到說 吃魚的小孩 是很聰明 所以我盡量過去我也是 小孩子我也是鼓勵吃魚 到最近我們看到生海魚 生海魚的問題 你感到如何 我想那一個單一的個案 我們現在也有 約束跟聯繫衛福部 去查 到底它的真正 原因是不是 就是吃深海魚 那我們對於深海魚的 重金屬的管制 都有按照我們的 這個標準 衛福部定了 回遊性大型回遊性魚類 就是鮪魚啊 鳩魚啊 鯊魚啊 它是兩個PPM以下 那我們 在五百多個 在這個 查契的過程裡面 它都是 在我們的標準之下 因為 你現在沒有辦法天天吃 現在 等於說還沒有確定 到底是 是不是這樣 對啊 但是已經媒體 解錄已經好幾天了 我們 解錄好幾天了 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 要做一個 對 徹底的一個調查 我們也跟榮總這位醫師 取得聯繫 我們也要他提出來 一個真正的說 你還沒有查的 情況之下 你們知道現在 那些捕魚的 抓到這個深海魚的 現在 目前 目前銷售的情形是 大跌啊 我在這裡要呼籲齁 你 這一個 對於這一個魚類 在我們檢驗合格的 範圍之下 就是安全 容許的範圍之下 其實是可以實用的 對於食品安全啊 消費者應該 不要過度的恐慌 那這些恐慌 這不能過度恐慌耶 很多都是不必要的 那個 主委 你這樣的那個大副 我想 任何一個 民眾應該是都不會很滿意 因為你們要有一個 確定的那個 對 那個證據啊 按照過去 按照你們檢查檢驗的結果 要把它公布出來啊 是我們 我們檢驗都符合我們的國家標準 我在這裡所要講的就是說 對於這種 單一個案 那我們從過去的研究報告 以及我們 目前對於國內的這個檢驗來講 我們不認為會有這樣子的 那這位 你們不認為這是 既然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又造成了這些移民的這個損失 都已經呈現出來了 你們不能不 那個 不得不處理啊 是 而且要儘快 是 而且要儘快 到底是什麼原因 產生了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是很慎重的去求證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科學的一局 而且要有一個期限 對 不要說啊 這是單一的事件 單一的事件 說不定 這到最後查出來 其實有這樣的問題 就像我們這個實用有一樣 剛剛開始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到最後你看 問題這麼大 所以這一點我請主委一定要好好的檢驗一下 盡快的齁 我們在三天之內一定要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出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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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